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 朝鲜不可能造得出 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核武器 国会参议院将开始审核川普的内阁提名人 尽管民主党人极力反对 但恐怕无力阻止提名人走马上任 美国有人担心 美国民主制度正在受到威胁 中国学者批评美国民主正在衰败 这些担心与批评是否有根据 中国时间1月4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美国观察 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向各位观众们好 节目一开始 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星期一说 朝鲜造不出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核武器 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在前一天的新年讲话中暗示 朝鲜可能很快将测试洲际弹道导弹 平让多次试射射程较短的导弹 成功率并不稳定 朝鲜没有立即对川普的话发表评论 而中国星期一针对川普批评中国 没能制止朝鲜发展核武器 指责川普迎合某些不负责任的情绪 川普星期一在推特上批评中国 从与美国的一边倒的贸易里 获得了大量的金钱和财富 但却不帮忙解决朝鲜问题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 提名律师罗伯特·莱特希泽 担任美国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提倡加大贸易保护力度 还曾经撰文批评中国操纵贸易 莱特希泽是市达律师事务所 华盛顿DC办公室的合伙人 曾经在里根总统政府期间 出任副贸易代表 2011年莱特希泽 曾在华盛顿时报上发表文章 赞扬前总统里根限制进口日本汽车 来保护美国汽车工业的政策 并批评中国政府通过操纵贸易 使制造业的工作大量的流向中国 在川普1月20日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之前 美国国会参议院将开始审核 他提名的内阁候选人 虽然民主党籍的参议员们放出信号 他们对川普的内阁提名人极不信任 但是仅仅靠民主党人 恐怕无力阻止这些提名人走马上任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豹曼的报道 我认为这将是历来最最最最伟大的内阁之一 川普从公司董事会军方和保守派 轻工商公务员的圈子里 挑选执政团队核心人员 我是一个商人 获得最多关注的也需要属石油公司的主管 雷克斯·蒂勒森了 他被川普提名为国务卿 我和普京的关系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年了 他明白我是个商人 在俄罗斯我投资了很多 我们的公司投资了很多 我们会问很多问题 我们要看看蒂勒森先生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民主党人克里斯·顾恩斯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 这个委员会将决定是否批准蒂勒森出任国务卿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有问题要问 包括蒂勒森先生潜在的利益冲突 他跟普京和俄罗斯的长期密切关系 还有一方面他需要做外交官 并且为美国利益而奋战 另一方面他有着领导一家油气公司的长年经历 他是否能够在两者之间做好平衡 审批提名的听证会 至少其中一些的听证会争议会很大 从某些方面来说 这将是川普在他和国会的关系方面经受的第一道考验 多数参议院共和党人都支持川普提名的人选 到目前为止 这些提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就我们所知道的提名而言 我乐观地认为他们将会得到批准 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占有微弱多数 如果他们团结一致 可以确保川普的内阁人选过关 这些参议员认识到 他们今后几年必须跟这位总统合作 实际上最容易破坏你跟本党总统之间的关系的 就是你刁难他提名的人选 与此同时 民主党人将利用审批提名的听证会来凸显和质询 围绕被提名人选的各种问题 希望能说服民意并打动少数共和党参议员 按照宪法规定 总统提名的高官人选要得到参议员们的建议与同意 民主党人说他们会认真看待这一职责 美国民主的特色之一 就是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之前的两权分立 如果没有两三位共和党人加入 参议院的民主党人做不了什么 目前川普力捧他提名的人选 他称赞蒂勒森 在世界各地竭力为美国的利益奔走呼吁 美国之音爆慢 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人 于星期二国会新会期开始的第一天 撤回了限制独立的道德操守办公室的计划 在他们撤回计划的几个小时之前 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对限制计划进行了抨击 川普星期二在推特上发文说 国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国会议员们应当把注意力放在税收改革 和医疗保健和很多其他远为重要的事情上 众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一晚间 曾经举行闭门投票 要将国会的道德操守办公室 置于议员所控制的一个道德操守委员会的监管之下 美国新国会星期二宣示就职 那么新国会上台后会有什么大的举动 有哪些大的立法项目是本届国会关注的目标 美国之音的记者龚小夏今天要为大家进行分析 小夏你好 平常你好 小夏我们说新冠上任三把火 但是刚刚我们新闻也报道了 这个新国会的第一把火似乎是没烧起来 那么昨天这个国会通过的这个众议院通过的决议 是动议是说今天可能要针对这个 来限制一个独立的道德操守监督办公室来进行投票 但是今天下午又改变了这项动议 那么小夏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国会里面的这些众议员 会把他们开门的第一件事设定在 目标锁定在这个独立的道德监管办公室 那么为什么川普和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 都反对这项动议 这里很有意思要知道 先是昨天晚上投票这个国会 可不是今天宣示就职的国会 新议员还没宣示就职呢 所以国会共和党的委员会 他们自己先聚会 那么这个所谓道德操守办公室 是个什么办公室呢 国会有两个监督机构 一个是国会议员自己 就是国会的委员会 是道德操守委员会 另外一个是在外边的一个独立机构 而这个独立机构 它是接受公民这个 就是没有等于是匿名性 匿名举报 完了之后呢 他调查完了 尽管没有任何结果的时候 这个匿名举报这个事呢 也要公布出来 结果呢 好多议员就说 吃了暗亏 被人匿名举报之后被公布出来 结果花很多钱 花很多办法去洗清自己 这当年中间有很多很多问题 不是没有问题 但是呢 新国会在第一天 就本来是要进行 就这个进行投票了 这样的转移了很多公众注意力 所以呢 包括国会议长保罗瑞安 包括多数党领袖 这个凯文克戈 和包括后任总统川普在内 都对此提出异议 今天国会就把这车回了 这个第一把火烧得不太好看 但是其实这个新国会的主要的议题 其实是早已经设定好了的 那么小夏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 包括现在共和党的后任总统川普 那么上任100天之后的主要的立法目标 都锁定在哪里 两件大事 有很多立法目标 可能两件特别大的事情呢 我们是要关注的 就是这两个都是改革 第一个就是奥巴马一改的改革 第二个是税务改革 咱们先看看奥巴马一改改革 奥巴马一改实行了 就从2010年通过到现在 到现在为止呢 这个美国就是等于 他多保了这个1400万人 但是呢 也是我们能看到呢 从去年年底 我们一直在看这个数字 就是美国的保险额 奥巴马一改保险额 这个价格涨得满着25 所以很多地方价格都受不了 那这时候呢 就是美国有1700多个县 这个县里只有一个保险公司 那么这一个保险公司 你就不能隔周买保险 那这样的话呢 造成了这个保险公司垄断 所以现在呢 奥巴马一改 这是共和党处的一个两难状态 如果他不废奥巴马一改的话呢 那么川普就不能实现 他的竞选承诺 如果废除奥巴马一改 这1400万人怎么办 所以目前的计划呢 是分阶段进行 就是说奥巴马一改 他要废 要废多少 哪些部分 留哪些部分 但实际上问题呢 大家都知道 有两个最废钱的事 他废不了 一个最废钱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原来有病的人 现在投保 你不能否定那些人 那么有病的人投保呢 就是你不病的时候不投保 一病了投保呢 这就使得整个保险费涨得很厉害 第二个是原来是18岁 或者22岁 每个州不一样 年轻人呢 父母就管不着了 现在呢 到26岁 那这个他也不能费 因为现在年轻人 好多不买医保的多 那么这也非常费钱 所以到现在这个时候呢 奥巴马一改怎么改法呢 我想共和党人 其实并没有一致的意见 但是呢 川普总统已经决定 当选总统 或者是后任总统川普 已经决定说 这个是一定要改的 这是你们国会最先的计划 在这之前呢 我们知道共和党控制的国会 投了30多次票 要费奥巴马一改 但是到了参议院就胎死腐中了 那么这一次呢 总统换人呢 我们就要看这个 第二是税务改革 这个税务改革 恐怕是比奥巴马一改 更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美国现在欠的 这个19万亿的国债 那么现在已经不够钱了 最后如果这个税务改革呢 他要两件事情 要改个人税收 要把现在非常复杂的 这个多少万页的 个人税收改成 就是一人一张明信片 你可以记得这么 一种这个简易的税收 这个怎么做 恐怕是很大的问题 第二呢 是公私税法 公私税法呢 川普已经说了 要将35%的公私利润税 减成15%的公私利润税 那么他这个做法是 刺激就业和刺激投资 但是同时呢 也有专家指出说 这个可能在未来十年内 造成新的53000亿的国债 所以这个看看 国会怎么立法 非常有意思 这两方立法 似乎都不太容易进行 那么这是这个 共和党方面的意愿 那么现在已经作为 少数党的民主党 在这方面会做出 怎样的回应 民主党呢 已经说了 他们有很多方面 他们一定要就是阻碍 共和党 就说比如说 共和党那个内阁提名人 他们会提很多问题 但是呢 在这两个主要的议题上 民主党呢 其实也不是说铁板一块 在奥巴马一改这个问题上 有很多比较保守的州 比如西弗吉尼亚州 他们的民主党议员 就已经也对这个提出问题 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 也有对这个保险 有非常多的抱怨 最明显的是西弗吉尼亚 我们看到 原来的民主党州 这几年转成了全红的共和党州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税务呢 大家对税务都很有意见 所以看看民主党人 拿出什么方案来 好的 谢谢小夏 今天是我们的讲博士 谢谢 今年假期是结束的第一天 那么现在今天呢 就是国会的参众两院 今天呢 举行了宣誓就职的仪式 有关详细的情况 我们马上联系 美国中心记者李一华 请李一华 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 一华你好 是的 林森你好 跟我们说一说 今天这个美国国会 新一届国会议员 宣誓就职的情况 另外就是新的国会 一共有多少个新科的议员 好的林森 今天是国会 这个返回华盛顿的第一天 同时也举行了 这个参众两院都举行了 这个议员的宣誓就职仪式 那么在参议院方面呢 副总统拜登是来到了国会 在他任内为这个 最后一次为这个参议员 来进行宣誓就职 那么在今天呢 一共有27名的这个参议员连任 那同时还有7名的新科参议员 宣誓就任 那么一共是34名的参议员 来到了国会 那么在接下来的 这个参议院的政治版图呢 将会呈现是52席的共和党人 还有48席的这个 民主党人的这个局面 那么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共和党还是 把持了这个参议院的位置 那么在这个参议院当中呢 一共有21名的女性参议员 其中有16名是来自民主党 同时还有5名是共和党 那么还有这个 3名的非洲裔美国人 包括这个来自加州的 新科参议员哈里斯 还有4名的这个 西班牙裔美国人参议员 其中包括内华达州的 新科参议员马斯托 那么马斯托同时也是 这个第一位 拉丁裔女性参议员 进入国会 那么整体来看呢 这个参议员还是由 这个白人男性来 这个掌控了这个 多数的参议员的这个职位 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呢 今天的国会就职呢 也是由这个 保罗瑞安议长来主持的 那么新一届的国会众议院呢 同样是以共和党为多数 那么共和党和民主党 所占的这个席位的分别 比例分别是这个 241席对194席 其中呢 有52席的这个 新科众议员 里面呢 还包括了这个 27名的这个 共和党成员 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来自这个 怀俄民州的 民主党共和 共和党的这个众议员呢 是这个 利兹切尼 那利兹切尼呢 是前美国副总统 副总统 切尼的女儿 那么民主党方面 则是有25名的 这个新科众议员 其中来自 纽约州的民主党籍 新科众议员 这个艾斯 艾斯佩拉呢 则是这个 备受关注 因为他是第一名 曾经是非法移民的 这个议员 那么有关这个 非法移民的话题呢 也相信是这个 新一届国会 所会关注的重要焦点 那么此外呢 今天众议院 也举行了投票 来表决新的议长 那么保罗瑞安瑞 议长呢 是成功的连任 他一共是拿到了 239票 也就是几乎是 所有共和党人 都支持了这个 保罗瑞安议长 保罗瑞安议长 那么同时呢 这个少数党领袖 南希佩洛西呢 是获得了189票 几乎也是大部分的 这个民主党人的 支持他 那么接下来 虽然是说 南希佩洛西 虽然是落选了 这个议长的位置 不过呢这个 他还是继续领导着 这个在众议院的 民主党人 因此呢 可以想 那么我们知道 在上一次的 这个选举当中 民主党的表现 并不如预期的好 因此呢 这个民主党人 大部分还是支持的 南希佩洛西 象征的 还是对他的一个背书 以上我们就 今天掌握到的 现场的情况 林森 一方我们知道 现在新的国会 是两院 都是由共和党 来掌控了 那么当选总统 川普也即将 在两个多星期以后 就就职了 那么川普 这个共和党的政府 在国会方面的一个 有什么样的 首要的议题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我们知道这个参议院 还有众议院 在就任之后呢 参议院面临的 第一个重要的议题 就是对于川普 所提出来的内阁 这个人选 来进行这个确认听证 那么我们知道 就是必须要有这个 川普的政府 必须要有共和党 所控制的国会的 这个支持 还有在背书呢 他的政策 才能够顺利的推行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现在呢 这个国会 也是由共和党来控制 不过共和党 是否能够在许多议题上 团结一致 也目前是 众多这个媒体 关注的焦点 那么我们知道 现在就是包括在 医保法 还有这个税改 还有这个 减少开支的议题上呢 都是现在这个 新政府所面临的 最大的这个 关键的议题 那么这些议题呢 也严重地考验着 民主党是否 能够真正的团结 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 有关的报道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 于12月初 在川普大厦 与当选总统川普会晤之后 一度展现出团结的气氛 我们为能够在2017年 使这个国家回归正轨 感到非常激动 对于新总统来说 成败将取决于 这几个关键性行动的进展 唐纳德川普要做的事情是 庞大的减税计划 同时还有他承诺的 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 还有大力推动 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以及要在执政的头100天 宣布在众多方面取得胜利 对于那些把新一届政府 送进华盛顿的选民来说 成功就意味着 国会在移民 经济 和削减政府项目等方面 要有所作为 国会在川普宣誓就职之前 想要采取的第一个动作 是废除奥巴马总统的医保计划 但是共和党在众议院 只拥有微弱的多数 因此他就需要谨慎小心 不要把奥巴马医保计划中 那些受民众欢迎的部分 一股脑全部废除掉 参议院有不少民主党议员 如果他们愿意达成某个目标 他们的人数是完全可以 破坏一个程序的 川普内阁的人员 还要经过参议院听证的认可 在听证会上 两党议员预料都会对 获得提名的人选 提出棘手的问题 其中不少人 以前都没有政府工作的经验 在众议院方面 民主党议员将会抵制瑞安 企图砍掉一些关键的福利项目 国会的民主党人 和全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 要非常非常明确地表示 不要动医保 砍掉医保计划 同川普关于保留这些项目的承诺 是有冲突的 在贸易问题上 川普将会受到本党强烈的反对 我们知道 川普承诺过的许多事情 国会共和党人并不很赞成 问题是 国会不同意川普要求的事情 会给川普造成多大的挫败感 川普自己是否会独自采取行政手段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会决定 川普上任百日后 共和党能否保持团结 美国之音吉普森 华盛顿报道 那么我们今天在参议院采访到的消息 就是各方还是关最注意的焦点 还是有关于这个国务卿的人选的听证会 那就是有关蒂勒森的这个确认听证会 那么我们稍早也采访了 这个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 柯克参议员 那么参议员是对我们表示 有关蒂勒森的听证会 将会以两部分来举行 因为相当的关键和重要 那么第一部分将会在下个星期 1月11号就召开 那么有关详情 我们也持续为观众朋友们来掌握 林森 好的 谢谢一华 感谢记者李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暗示 他的军队可能很快将测试 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 对此美国后任总统川普 发表推文回应说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还批评中国不帮助解决朝鲜的 核扩散的问题 有关事件的最新进展 我们现在连接美国之音常驻 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荣香你好 张你好 荣香那么美国政府方面 对于金正恩的新年讲话 有哪些最新的回应 美国国务院并不认为 金正恩的发言 真实反映了平壤目前的核能力 尽管不能评论情报的细节 但是美国并不相信 朝鲜目前有能力 用核弹头来发射导弹 此外美国外公已表示 目前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 朝鲜的核能力出现了改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看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科比 在例行解冒会当中怎么说 我们还是相信 金正恩仍在继续发展 核技术和弹道导弹技术 这是很明显的 我们相信他在现阶段 还没有给导弹装置核弹头的能力 我能提供的评估只有这么多 而这里所谓的导弹 是否就指洲际弹道导弹 科比并没有进一步说明 另外美国五角大楼表示 美国有自尽 也有能力能够防御 美国和盟国的安全 那么接下来在这个星期四 美国国务院副国卿布林肯将和日本 韩国的副位长 在国务院举行了美日韩三边的安全磋商 接下来星期五 布林肯也将和清华台的高级官员 在国务院来举行美韩的双边战略第五轮磋商 那么预计朝鲜和扩散问题都将被讨论 林章 荣湘另外对于川普批评中国 不帮助解决朝鲜和扩散的问题 中国外交部表示 中国为了解决朝鲜和问题所采取的努力 是有目共睹的 那么希望各方避免采取导致局势紧张升级的言行 那么对此美国国务院方面有怎样的评论 是否同意川普的这种说法呢 国务院明确表示 并不能赞同川普对于中国 所谓毫无作为的说法的评估 那么国务院表示呢 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将履行这个联合国的9月1案 那美中也继续就此展开了对话 那么美国当然也会继续来观察 国际社会对于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 有关朝鲜制裁方案的旅行的成效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科比怎么说 已经有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明文禁止朝鲜 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 这些决议仍然有效 我们继续呼吁各国使用所有现有的渠道和影响手段 相应的向朝鲜及其促成者明确表明 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射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呼吁各国采取行动 证明这样的非法行动会带来后果 美国政府表示 没有人知道金正恩同郎里面在想什么 不过呢 如果他继续挑衅行为 无故国际的制裁来继续推动核试验 那么美国不排除进一步的加码制裁 评章 好的 谢谢荣湘在国务院所做的连线报答 好的 稍后回来 我们带您关注中国星期一 证实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 上星期首次参加了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举行的军事演习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说 一个系统的程序的瘫痪 导致星期一多地的机场出现延误 影响了旅客通过美国海关的速度 英特网有时是一个疯狂和古怪的地方 一个简单的大家站立不动的视频 几分钟以后居然在社交媒体上 成为爆炸线的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铁减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在线 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来 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半小时 带您关注的重点新闻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 朝鲜不可能造得出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核武器 美国国会参议院将开始审核川普的内阁提名人 尽管民主党人极力反对 但是恐怕无力阻止提名人走马上任 尽管共和党的政策计划雄心勃勃 但其确定的医保税改和削减开支 这三个目标未必有把握实现 中国星期一证实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 上星期首次参加了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举行的军事演习 台湾官员几天前表示军演地点在台湾以南 距离台湾只有166公里 有关相机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 安华 好的 我们来关注中国星期一证实了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 上星期首次参加了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举行的军事演习 那么台湾方面几天前也表示 这个军演地点在台湾以南 距离台湾只有166公里 那么中国官媒星期二公布了 南中国海军演的视频 那次军演是在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 通电话导致紧张局势加剧之后举行的 中国国防部说 苏联制造的辽宁号 与其他海军军舰一道 驶过了台湾的东部沿海 中国称其为符合国际法的例行军演 那么中国军方 星期一说辽宁号上的歼15战机 在复杂的海洋条件下进行了演练 那么另外辽宁号 还在一个没有说明的地点 进行了直升机的演习 北京在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内战结束后 一直坚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海峡两岸终将统一 然而台湾的民调结果表明 台湾人更愿意自治 那么好的 以上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 委屈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独家采访时重申 维基解密披露的电邮不是来自俄罗斯政府 这次采访将于星期二晚间在福克斯电视台播出 在2016年竞选期间被披露的五万多份电邮揭露了 克林顿基金会的可疑行为 大牌记者与克林顿竞选团队的密切合作 克林顿主要的助手嘲笑天主教徒 以及一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高官 事先向克林顿透露总统辩论的议题等等 俄罗斯一艘反迁驱逐舰和一艘燃油船抵达了菲律宾进行友好访问 带队的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副司令米哈伊诺夫 米哈伊诺夫星期二表示 希望与菲律宾海军举行打击恐怖分子和海盗的联合军演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表达与俄罗斯建立联盟关系的意愿 菲律宾多年以来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的盟友 两国签有共同的防御条约 并且每年举行联合军演 不过杜特尔特指示菲律宾国防部要跟华盛顿重新设计联合军演 继续来关注简讯 就在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发推文威胁 要给通用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征收高额边境税之计 福特汽车公司星期二宣布 取消了16亿美元的墨西哥建厂计划 同时将耗资7亿美金 在密西根州扩建制造自动或者电动车辆的厂房 添加700个就业机会 福特汽车的这一行动被视为向川普屈服 川普曾经把福特汽车在墨西哥的扩建作为一个主要的例证 来批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对美国制造业的侵蚀 美国商务部星期二报告 建筑商支出11月份增长了0.9% 这是连续第二个月的增长 从而推动美国房地产业的活动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一稳固增长反映在住宅建筑 非住宅建筑与政府建筑各个领域 经济学家认为建筑业将反映强劲的就业市场和低失业率 2017年这将继续保持增长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批评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通用汽车公司把在墨西哥制造的雪夫莱克鲁兹紧凑型车免税 运给美国汽车的经销商 川普威胁要对通用汽车公司征收高额的关税 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在美国制造或者支付高额的边境税 通用汽车公司说该公司的雪夫莱克鲁兹紧凑车型 大部分都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制造厂生产的 只有这种车型的两箱车是从墨西哥进口的其数量只占一小部分 通用汽车公司去年6月表示 俄亥俄州的工厂的产量不足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所以要在墨西哥现有的该公司的制造厂里进行生产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说 一个程序系统的瘫痪导致了星期一多地机场出现了延误 影响了旅客通过美国海关的速度 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海关官员说工作人员利用替代程序 持续处理国际旅行者通关手续 直到系统恢复正常 不过在美国多地机场 排队等候过关的时间都比平时长 两名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入境的旅客说 现场混乱 海队入关一团糟 谁可以快速通关 或者谁必须等候两个小时 完全都没有系统 他们先让你排这个队 一会儿又让你排那个队 之后又要排另一个队 简直一团糟 当局说 海关人员必须查看国家安全数据库 即使系统失灵 所有旅客也都要经过安全标准的检测 海关并没有给出系统瘫痪的原因 不过表示 并没有故意或恶意破坏的迹象 不仅纽约 亚特兰大 这个全国最繁忙的机场 也出现延误 迈阿密和洛杉矶也没能幸免 星期一是美国旅行最繁忙的日子之一 很多人休假结束回国 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互联网是一个无奇不有 有时候也很古怪的地方 比如一个简单的人们站立不动的视频 几分钟后就能在社交媒体上火爆传开 美国之音的阿拉巴萨迪 带您去看一看2016年 网上都有哪些疯传的视频 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 每年都有一些视频疯传 比如今年的视频 假人挑战 基本上就是人们站着一动不动 美国几个警察局也乐在其中 我是一个欢乐的楚巴卡 这是坎德斯·佩恩给自己买的生日礼物 电影《星球大战》的人物 楚巴卡的面具 她的脸书被创纪录地点击了 一亿六千四百万次 现在佩恩以《楚巴卡妈妈》出名 她应邀在好几个电视节目中露面 佩恩因此从制造商和零售商那里 捞到了好几千美元的商品 DJ哈利德是一个出售黄金和薄金的音乐人 他在美国出生 父母是巴勒斯坦人 他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可他在2016年当行为 蓬勃商业周刊的封面人物 并不是因为这些 关键是不要在天黑的时候开摩托艇 哈利德驾驶水上摩托艇 在水中迷路的视频 在网上疯传 这个Snapchat视频 拍的是他妻子生下儿子的时刻 也在网上窜红 在2016年的一段白宫视频中 中央剧作家和作曲家 林 曼努尔 米兰达 在白宫按照奥巴马总统亮出的提示卡 随口说唱 你认为这正在网上疯传吗 是的 在疯传 2016年年底的时候 该轮到副总统乔·拜登当网红了 社交媒体大量流出 奥巴马和拜登的网络迷母 人们以不乔为主题 配上奥巴马和拜登的图像 编写两人的各种对话 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 华盛顿报道 很多美国退伍军人 从前线返回家园之后 都饱受创伤性应急障碍之苦 这种病也被叫做PTSD 这种无形创伤的症状 可能包括惊恐的发作 恐怖的记忆的回散 或者是噩梦 患这种疾病的人 还可能会在注意力集中和睡眠 等方面出现问题 他们可能突然发怒 或者养成吸烟喝酒和吸毒 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威尔市 一位组织者举办了独特的舞蹈项目 让老兵们通过跳舞来战胜 PTSD的症状 这组退伍军人随着音乐拍手一步 从压抑的PTSD症状中获得一时解脱 不再有忧愁 不再有噩梦 这是舞蹈治疗课 组组织者是戴博拉 德南菲尔德 你知道一旦你活动起来 泪芬泰就上身了 感觉就好了 他们对我说 即使在他们回家之后 这种好感觉仍然存在 甚至持续到第二天 第三天 10%到20%的参加过战争的退伍军人 患有PTSD 参加过1990到1991年 台湾战争的罗斯福·史密斯 就是其中之一 跳舞帮助他克服病症 这是一种让你平静的方式 一种抒发渠道 我们的处方药吃了不少了 可是此时此刻 在这里跳舞 是我有过的最好的处方了 没有副作用 实际上唯一的副作用是 如果你总是微笑 腮帮子可能会有点酸 脸会僵住 不过能笑是很少 德南菲尔德相信 跳舞具有治疗作用 他在2013年 为患有PTSD的退伍军人 开发了健康跳舞的项目 这是我们很多人 已经知道的舞蹈 可真的很让人开心 所以我也想跟新来的人分享 舞蹈课的人数 通常维持在30人以下 每次课程持续10个星期 灯光保持暗淡 音乐轻松愉悦 我们确实为那些大佬 受过创伤刺激的人调低灯光 我们注意音乐的音量 有些人对音量和噪音非常敏感 跟着音乐节拍起舞 帮助参与者自我陶醉 享受此时此刻的欢乐 它让我找回了自我 让我沉醉于自我 我在开心享乐 而之前我总是担心 别人在想什么 担心我是不是把事情做对了 等等 在这里我不用担心这些事情了 就是在开心享乐 我们都像家人一样聚在一起 开心享乐 德南菲尔德下一步是训练志愿领导者 这样就可以帮助更多的退伍军人 同PTSD病魔斗争 美国之音爱尔玛利亚 华盛顿报道 好的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我们就要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川普的当选 是否给美国的民主制度带来了威胁 美国之音 VOA卫视全面改版 星期二到星期六 每天早上六点到七点 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 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 周一到周四 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 时事大家谈 洞察中国焦点 偷袭社会现实 周五晚上九点到十点 焦点对话 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 周六晚上九点到十点 VOA卫视周末专辑 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 周日晚上八点到九点 解密时刻 带您寻找历史真相 周日晚上九点到十点 海峡论坛 从台北和华盛顿 探讨两岸现状 美国之音的脸书和YouTube网页 同时直播VOA卫视现场节目 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 与主持人交流 向来宾提问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VOA卫视 美国精神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 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 在国会 在白宫 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 每天清晨六点 VOA卫视 美国观察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 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 早在多年前 中国一些学者和媒体 就有一种论调 那就是 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衰败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 特别是川普 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崛起之后 中国媒体和学者 展开了新一轮 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批判 中国新闻网 转载法治日报的一篇文章说 美国总统选举 将美国民主的弊端 展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社会科学网 刊登上海一位学者的文章认为 美国的民主政治已经衰落 而其衰落的根源在于 政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 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而在美国 则有许多人认为 川普的当选 给美国的民主制度 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那么中国学者的观点 是否正确 美国民众对川普上任 可能给民主制度 带来的威胁的担心 是否有根据 我们邀请美国加州 克莱蒙特 麦肯纳学院教授 佩敏欣博士 来分析这些问题 敏欣你好 林思宁 为什么川普当选总统以后 美国就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担心 说川普当选了总统 对美国的民主制度 就是一种威胁 为什么会这样 我先补充一句 因为刚才您讲 中国的一些学者 记者 媒体 都批评美国的民主的弊病 我想民主它肯定有弊病 但民主有弊病 并不是说专制制度就一定好 因为中国的学者 官方的御用文人 他批评美国的民主 它是有一个就是说潜台词的 就是说美国的民主不好 还是专制好 那就是说不能用民主的弊病 来证明专制好 我先是就做这么一个说明 那么另外就是说川普当选 他的确是对美国的民主 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这并不是说他的政策极右 他政策当中有许多是极右 最主要他是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做了一系列的事情 说了一系列的话 这些话都是和美国的民主精神 是完全违背的 我举一个例子 他就是说在选举当中 他藐视法治 对法官进行人身攻击 这是就是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第二呢 他扬言要把自己的竞选对手 希拉里关进监狱 同时呢 他说如果出现大选 对他不利的结果 他会不会接受 而且呢 他又公开赞赏普京 又是对媒体进行攻击 这一系列的行为 都说明他是一个专制色彩 很浓很强的这么一个人物 所以呢 他进入白宫 许多人的担心 就是他会对美国的民主体制 造成一个很大的伤害 和很大的威胁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 很多支持川普的人 很多投了川普的票的那些民众 那些选民可能不同意您这种观点 那就是说是 川普在竞选当中啊 竞选期间的确是说了 刚才您所描述的 他说的那些话 但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场选举当中 最终在这个选举制度当中 川普还是取得了选举的这样的一个胜利 这个本身可能就说明了 美国的民主制度呢 他的伟大所在 不 因为我做两个就是说 一个就是说 美国他随当面总统有一个规则 川普是根据那个规则认的 那说明就是说 他并不是靠什么作票啊 其他一些欺骗性的那种手法 来赢得选举 但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是少数总统当选 投他票的人是6300万 投希拉里的票的人是6600万 他是一个以少数大概41% 大概选民的大概46%左右当选的 所以他还他并不是你用就是说 用纯民族的眼光来说呢 他是一个就是说不是通过真正的民族手段当选的 因为美国那个总统选举 他是一个不民族的选举的那个过程 但就是说 其实你那个问题的核心问题 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支持他 那么这里要看就是说 支持他的人的动机不一样 有人认为他虽然是不民族 但是呢 他需要这么样一个局外人到华盛顿去 把华盛顿的那些就是说旧的风俗习惯 那些政客都给 就是说改造华盛顿怎么样做 就是说怎么样治理美国 我们不能排除 就是说投川普的票的当中 有许多人是法西斯主义者 是种子主义者 这根据民调是纳粹主义者 这根据民调都能显示出来 所以呢就是说 你根据就是说 你并不是说川普当选了 这就证明民主的那个伟大 我们只能说那个川普当选 他是根据那个民主程序当选 从这一点来说呢 他是合法的 那么说到刚才你也提到 就是川普这一次当选 他并没有赢得这种普选票的这个多数 但实际上这种情况 也不止发生在他本人身上 小布什总统当年这个当选的时候 当年他和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戈尔 来这个对选的时候 当时他也是没有获得这个普选 这个票数的这样的 没有占有这个多数 那这是不是说 就是说美国的民主制度 的确它就是存在有很多的弊端 像中国的那个学者 或者中国的这样的媒体 所批评的那样 现在你看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总统选举 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或者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把你这个美国民主的这样的弊端 给给展现的淋漓尽致了 所以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些 很多人的批评 或者媒体的批评有道理 对就是说美国那个民主制度设计 它在就是200多年前 设计的时候是有问题 这一点就是说在这次选举之前 学者都会提出来 比如说他最两个不民主的就是程序 就是说制度设计 一个就是总统选举团 另一个就是参议院 因为这都违反一人一票的 最根本的那个民主决定 但是在过去200多年里 就基本上美国胜选的总统 他都是得到大部分选民的支持 得不到大部分选民支持的 以少数当选的总统 美国历史上也就大概五六个左右 那么但是就是说差距从来没有过 像现在那么大 以前那个差距就是几十万票 像小布什他就差了50万票 这次川普和希拉里差了300万票 就280多万票 这次就是说一个很大的差距 这说明就是说 川普得到美国民众支持那个程度 要远远低于小布什当初 得到的民众支持的程度 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民主的 这样的一个体系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它是否还足够的来强劲 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担心 一些美国一些自由派的媒体 上面呢也发表一些评论文章 就是来表示担心说这个川普上任以后呢 除了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担心 还有就是川普上任以后 可能他就职以后不久 就会采取什么样的动作 那么这些动作呢 可能就会给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民主制度 来带来威胁或者是带来危害 会有吗 我们根据他从当选之后到现在 做的一系列事情就可以 做一个基本判断 就是说担心他对 担心川普对美国的民主造成威胁 这种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 是有根据的 第一个呢 他当选之后继续就是撒谎 继续说一些就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话 他就是说有几百万非法移民投票 这根本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第二呢 他用人 他用了一个就是被认为是一个新纳粹主义者 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做他的最高政治顾问 同时他提名司法部长的那个参议员 是被认为是以前是有种族主义色彩 是极有的这么一个人物 这都是大权在位的那些人 那么最后呢就是人家担心 就是说美国呢 他以前是由三权分立 这么制衡机制 那么这三权现在全被共和党掌握 那么这三权是否能真正起到制衡的作用 这是人家最担心的问题 如果说他上任以后 川普上任以后所采取的动作 和采取的一些策略 如果现在让你能够想到的是 哪一件事可能他做了可能会危及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民主体系 我想就是说基本你可以看三件事情 就是第一件呢 他是否去那个迫害媒体 打压媒体 因为说根据以往那个民主垮台的那个历史经验教训 第一个照样的肯定是媒体 第二个呢他是否打压恐吓自己的政敌 因为总统是控制联邦调查局 控制司法部 他可以通过司法手段来打压恐吓迫害自己的政敌 那么第三呢他是否修改游戏规则 最主要就是看他是否修改选举规则 他是否那个对那个就是在美国来讲呢 就是说参议院他辩论有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呢你一定要有41票 40票以下的人反对 就是说一定要有60票以上的人同意 辩论才能结束 他是否修改这个游戏规则 因为这个游戏规则制定是最主要是保护 就是说少数的 如果说他做这么一系列事情的话 那么就是证明就是可以看出 就是他的确是在走 走上就是所谓更专制的道路 并不是像美国以前那些总统一样 就是根据民主的游戏规则治理国家 刚才你提到就是说目前因为这个川普上任以后 那么国会的参众两院现在都在共和党的这个掌控之中 那么就是对于美国这个由来已久的 在传统的这样的三权分立的这样的一个民主制度 造成了一种挑战 那么但是我们现在注意到 实际上共和党内部 特别是共和党的许多高层 包括一些议长这样的重量级别的这些人物 实际上并不是完全的支持川普 那么就是说他川普在上任以后 国会难道就是说没有任何对他推行一些政策 没有任何的阻力吗 国会应该有一定阻力 但是根据现在就是众议员议长 参议员多数党领袖 这两个所谓重量级的议员的表现来看 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判断 就是说他们希望川普 他们希望利用川普来做自己的一些事情 他们并不是相信川普 但是他们认为川普对他们有用 但是有一点让我们很担心 就让观察家很担心 就是说这两位重量级的共和党议员 对川普违反法治违反民主说的一系列言论 他们从来不主动出来批评 那么这种就是做法使人家担心 他们万一川普真正要做一些违反美国 就是说做一些就是危害美国民主机制的那些事情的话 他们是否会出来反对 这次就是一个就是现在大家都所谓就是那个等着看的一个发展 刚才明星你刚才你提到就是说 一种担心就是川普当选总统和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对峙 因为在竞选整个的竞选期间就是关系就非常的紧张 包括在他当选之后虽然和纽约时报的这些新闻从业人员进行了会谈 但是似乎这个新闻界有许多媒体都还是不买这个川普当选总统的账 可能很多人就担心像刚才你说 那可能他会对媒体的打压 或者利用这个行政机构对这个司法部门的这样的掌控 可能会给这个民众或者是自由带来一些压力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在美国开始就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 美国开始这个反恐战争之后 就是政府对公民的个人信息 对公民的通讯的这样的一种限制 已经引发了这民众的强烈的批评和担心 在你看来川普当选总统上任以后 他能够所做的难道还会超越 比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反恐战争当中 对公民的这样的新闻和自由的这样的监控 这样的一种限制还会超过这些吗 我想这性质是不同的 就是911以后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监控措施 它不是针对个人 它是针对群体 它针对大众 如果说川普他要进行所谓政治迫害 打压政敌 他是针对个人的 他是有选择的 他可能会针对纽约时报的某个专栏记者 去查他的税务 专门派FBI去监听他的通讯 然后试图就是找出一些借口 来给他施加罪名 就这种做法制造911之后 除了就是涉及到国防机密的之外 我们没有看到过任何总统 任何行政当局这样做 如果川普的行政当局在今后四年当中采取这样的做法 那就说明他肯定是出现了 如果川普当选总统在上任之后 采取包括你本人在内的许多美国民众和媒体所担心的 可能对美国的民主体系带来威胁的举动或者是策略的话 那么他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阻力或者最大的压力 或者是挑战来自于谁 最主要还是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个还是来自于媒体和公众舆论 因为美国的媒体独立性很强 而且大部分媒体主流媒体都是对川普 都是反对川普的政策 所以就是一旦媒体的抱团 然后调动民众公众舆论 这对川普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第二是来自于法院 因为毕竟美国的法律体系是相对独立的 联邦法官有很大的权力 那么他许多做法可能会到 在法律系统里面受到挑战 那么第三还是来自于国会里面的参议院 因为参议院里面就是说民主党还是有48个席 那么共和党里面有大概五六个参议员 他们是根本就对川普是不感冒的 比如说亚利桑那州的麦肯参议员 南卡罗那州的那个林塞参议员 还有其他大概二三个左右 如果他们和民主党团结在一起 那么就是川普什么法都没法过 他们会对川普形成很大很大的政治压力 那么世界上就是国会两院还是有 除了刚才你提到的这些共和党人会反对他 那么还会有就是可能大多数这个民主党的这些议员 还是会对他做出一些 对川普所采取行动可能会做出制衡 好了 敏欣今天我们时间到了 只能谈到这 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 佩敏欣博士参加节目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一 接下来我们请郁文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 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郁文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的新年贺词 照例引发了海内外的一片热议 许多的海外媒体试图希望从习近平的新年贺词 来听出一些弦外之音 了解未来新的一年 中国在政治 经济 军事 甚至外交上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新动向 在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九点钟 时事大家谈节目 也将为您邀请嘉宾 一起来解读2017年 习近平的新年贺词 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星期三会 推出互动式的南中国海 70年风雨大事记 为您理清再出国际热点水域的 历史脉络和最新的事态 欢迎登陆美国之音的网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再见